佛州州长迪尚特昨天在迈阿密签署法案 防范中国势力渗透当地并杜绝企业间谍活动 佛州州长迪尚特昨天签署日前在州议会通过的两项法案 目的是防范中国势力渗透当地高等教育机构与政府并杜绝企业间谍活动 迪尚特在记者会上表示 会反制中国以及与美国敌对国家对美国学术研究单位 教育及公共机构的影响与干预 未来佛州大学需公布来自外国政府超过5万美元的奖学金及捐款 迪尚特在签署法案后发表声明 签署指出法案中所称的外国指的就是中国 迪尚特说 对美国来说中国是一个敌对的大国 外国 美国每一位州长都有责任保护州内的教育系统 与职权范围内的所有实体避免遭中国渗透 并且被中国窃取商业机密 他也言辞批评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 需为疫情在全球大流行负责 出席签署仪式的还包括 佛州众议院议长斯普罗斯等人 正在对威地玛拉进行访问的副总统贺锦丽 昨天说改善百姓生活是解决威地玛拉移民问题的根本方法 并表示美国将建立跨国机制监督中美洲国家反腐和打击偷渡 与人口贩卖活动 贺锦丽六日晚抵达 昨天与威地玛拉总统在威地玛拉城举行会谈 主要就移民、反腐、经济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 贺锦丽认为 解决移民问题的根本方法是改善百姓的生活条件 他当天发表声明称 美国将建立跨国机制 监督威地玛拉等中美洲国家的腐败现象 打击偷渡与人口贩卖 并通过政府及私有部门向威地玛拉提供约4800万美元的投资 贺锦丽随后将访问墨西哥 与墨西哥总统洛佩斯举行会谈 美国执法官员表示 他们追回了支付给网络犯罪集团 黑暗面的价值230万美元的比特币 这个网络犯罪集团参与了上个月 对美国最大燃油管道 运营商殖民管道公司的勒索软件攻击 联邦司法部副部长莫纳科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们从黑暗面那里扳回一局 并补充说 这笔钱是通过法院命令没收的 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阿贝特在发布会上解释说 特工们确认了黑暗面骇客 用来从殖民管道公司收钱的一个虚拟货币钱包 通过执法机构受害者的资金被从钱包中没收 联邦局拒绝透露具体是如何进入 骇客的比特币钱包的 并把钱偷了回来 理由是需要对情报技术保密 据知情人士透露 在上个月的骇客袭击事件中 殖民管道公司向骇客支付了 价值440万美元的比特币 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市警方昨天宣布 前天伦敦市的一个穆斯林家庭 一家五口在门前突然遭车辆撞击 造成40亿伤事件 是一件针对穆斯林的蓄意杀人事件 加拿大伦敦市警方要求 警方要加控驾车的20岁男子 种族仇恨罪行 伦敦市警方表示 遭攻击的一家五口横跨三代 4名死者 年龄从15到74岁 并有一名9岁男童受伤送医 涉及开车撞这一家的嫌犯 犯案后逃离现场 在距离事发地点7公里的一个商场被捕 警方已指控他的一级谋杀罪 与企图谋杀罪 在调查他的犯案动机后 警方表示 会再多加一条种族仇恨罪